Hello 大家好 今天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 然后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出行look 然后今天我整个的风格是比较中性的 对我自己非常喜欢穿大大的衣服和男生的这个衣服 那今天这个里面穿了一个就是 这个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裹胸 所以它的材质我很喜欢 然后如果单穿的话其实今天也没什么资本 然后也不敢穿单穿 所以这样就配了一个同样色系的这个贴身的这个打底下 这样配上去就会比较有层次 那下面就配了一条卡其色的比较宽松的裤子 对我就很喜欢穿这种男生的这个特别大的裤子 然后配了一个后底鞋 好看 男生的特别好看 因为这条裤子比较长然后比较宽松 那么它就会让你的胯部看上去很宽 所以你需要在长度上去做一些视觉上的拉伸 所以需要穿一穿后底鞋 这是一个小小的信息 然后就可以让你看上去腿特别的长 比例非常的好 然后说到比例呢 因为江江的腰线不是那么的长 如果单穿的话 其实也会在比例上面有一些小小的缺陷 所以其实江江在外面有配了一个白色的 这个是一个男士的衬衫 是一个男士的衬衫 白色的 特别的大可以穿到外面特别的帅气 然后为什么会选的白色 因为我是考虑到可以和我的白色的这个鞋 也去做一个呼应 然后呢今天江江这个口红呢 初心的口红是涂的这个 等一下把它黑了一会儿 对江江初心的口红是涂的这个季凡西的这一块 然后也是我一初心一直涂它很润 然后也很粉 然后说到粉色呢 但是江江也很喜欢这个粉色的包包 特别大我也想洗个大大的大大的包包 然后上面还挂了一个小小竹 因为是今天是中年了 你看到吗 好看 我今天加上这个眼睛 对 我很喜欢戴这种平光镜 我太喜欢戴模镜 除了特别晒的时候 所以今天这个平光镜也是还蛮特别的 那这个头发是洗完之后 稍微夹了一点小弯弯 好了 小红树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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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